女孩每做一只玩偶都要在上面滴下一滴鲜血 因为这样做出来的玩偶一只就可以卖十万韩元 她只要在三天之内做够一百个就可以狂赚一千万 而且雇主会提前支付五百万的订金 但这种订单一年只有一次 而且制作玩偶的人必须像她一样是单身独居的女孩 小鱼虽然有些疑惑 但逐步出户就可以挣一笔大钱 这对她这个宅女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好事 而且雇主还会提供所有的制作材料 不过对方提出的要求却非常奇怪 小鱼不仅要在玩偶上面滴下鲜血 而且每做好一个玩偶 她都要朗读一段奇怪的咒语 此时的小鱼还不知道 她的身体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最重要的是 她必须在三天之内做好一百只玩偶 好在钱给的足够多 虽然辛苦 但小鱼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好的玩偶 但来取货的人却遗落了一个包裹 小鱼本想将包裹还给对方 却不想取货的人已经走远无奈 她只能把包裹拿回了家 联想到神秘的雇主 这个礼盒也勾起了小鱼的好奇心 里面会是什么呢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包裹 里面除下一个电视遥控器 还有一张20万元的购物券 剩下的就是一张超级会员的邀请函 在今晚凌晨的两点 会有一场真正的电视购物直播 小鱼试了一下遥控器 可以正常使用 这里和除下设计精美之外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但当晚小鱼就接到了雇主的电话 对方问她有没有捡到一个粉红色的盒子 还警告她 千万不要使用里面的遥控器 但小鱼却嫌对方惊扰了她的美梦 直接挂断了电话 但雇主这么一闹 小鱼反倒没了睡意 她倒要看看 对方的直播间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现在的时间也刚刚好 小鱼拿出盒子里的遥控器 打开了电视机 而直播间里正在售卖她做的玩偶 但一只玩偶的价格 竟然卖到了250万 小鱼暗骂对方是奸商 可一只玩偶为啥能卖这么贵 难道就因为上面有它的血 但接下来的画面 却直接把小鱼给吓傻了 对方竟然要用玩偶杀人 主持人先将一个人的名字 贴到玩偶身上 然后扭动玩偶的肢体 旁边的人马上就发出痛苦的哀号 小鱼起初还以为对方在演戏 但当主持人敲击玩偶的腿部 那个人的腿竟也开始流血 小鱼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马上打电话给闺蜜 诉说着发生的一切 男儿闺蜜却以为她在说胡话 挂断了电话 但看着面目猙獰的主持人 小鱼确信对方正在犯罪 于是她又拨打了报警电话 与此同时 电视里也传出了警报声 主持人隔着屏幕向她走来 对方似乎能看到她家里发生的一切 小鱼不知不觉地跟着对方的眼神看去 而韩国警方也让她不要打恶主剧电话 而就在这时 小鱼直接被吓尿 主持人甚至向她发出了死亡警告 而当小鱼再次惊醒 时间也来到了清晨 雇主再次发来短信 对方表示 这是小鱼最后一次机会 让她交出礼盒 但小鱼思考片刻 却依旧给出了否定的回复 随后她就将包裹扔到了角落里 但小鱼刚一转身 遥控器就发出了警报声 小鱼赶忙关闭了遥控器的开关 可她刚走没两步 警报声就再次响起 直到她抠出电池 家里才恢复了瓶颈 但雇主却再次发来短信 小鱼被吓得六神无阻 她马上给闺蜜打去电话 可还没等电话接通 小鱼就痛苦地摔倒在地 她惊恐地发现 取货的黑熊怪 已经来到了她的家里 随后闺蜜如往常一样来找小鱼 对方还捎带手 捡起了玩偶和她的电话 然后若无其事地打开了电视 说不知小鱼正在里面受苦 闺蜜被吓得半死 看着桌子上的玩偶 她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今天是 远牵的客人在这里 我们的空间 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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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